大家好,欢迎回到谈谷认经,我是老潘 今天我非常的忙,所以没有太多时间做video 我们就来做一个短一点的video 首先第一个新闻 是这个美联储的老大今天又出来讲话了 说要赶紧把水龙头给关上,意思就是 估计要提前至少半年要把购债的规模要停止 这个消息放出来之后,市场上有比较大的波动 如果我们看一下今天上午的走势的话 本来比特币已经是冲过了这一条下行的压力线 就是在这往上冲了一波,本来已经冲过去了 就在鲍威尔讲话之后,迅速的往下掉了两个小时 造成了这个市场非常大的波动 如果你去看那个S&P500还有这个股票的话 都是往下掉了一大波今天 因为这个水龙头要是关上的话 对这个加密货币或者是这个股票市场应该说是 不是好的事情,因为市场毕竟需要资金 但是呢,这个事情大家也不用太过惊慌 因为他想一次性把水龙头给关上 是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就关上的 是吧,就算要关上,关上之后呢 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开始加息 所以呢,至少还有 我们至少还有半年 几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这个牛市呢,应该不会那么快就结束 如果你看这个比特币的话 它的走势实际上比这个股票要强得多 股票的话是一直在往下掉的 S&P500那些是吧 比特币的话呢,今天虽然往下掉了一波 但是还没有创造一个低点 也就是高点的还在向上台 说明现在加密货币市场上的这个 实际上非常的牛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最近可能会有回调的可能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月线上的这个收线 昨天是收了月线 是今天 刚刚收了个月线 收了这个月一个月线呢 就是我们稍微有一些下影线 并不是特别的长 身体呢比较长 这个蜡烛的身体比较长 上方的上影线比较长 说明上方的脉压是比较大的 是吧 而且这个 Bmax index funding在月线上也是一个正数 所以呢 上方的卖压比较大 是吧 有可能会有回调 如果是看日线上的话 日线这几天一直Bmax index funding 一直是在负数的状态下 这个走的不错 但是我们要看到在小时线上的话 它已经开始慢慢的变成正数了 也就是说呢 最近可能会有一些回调 最后回调到什么地方呢 最近来说比较重要的这个位置是 现在这个55,000左右的位置 是吧 如果能守住55,000的话 比特币有可能在最近会再继续往上冲 这个地方之前掉到过55,000 现在这个地方如果再掉下个55,000的话 很有可能会形成另外一个肩膀 就形成一个类似 头肩底的这个形态 这是这个比特币现在的状况 然后在比特币在这一开始震荡 这个以太坊趁机发飙 以太坊是走出了一个相当好的形态 他以太坊对比特币现在是呼呼的往上冲 是吧 很快就要创新高 这个是以太坊对BTC 很快就要创新高了 我昨天在他突破的时候 就已经在会员群里面说了 是吧 然后其他的山寨币也在狂涨 我是之前多次在我们这个 大概还在5块钱左右的时候 我说了一下这个MBOX 这个是这个币安的这个主推的NFT币种 当时他还在下面这个地方筑底 我就在会员群里面说了 在凡是跟着我们在这个会员群里面买的朋友 现在都已经翻了接近三倍的价格 所以说进会员群的好处就是这个 能够听到老潘说一些非常有潜力的币种 一不小心你就赚个好几倍 当然不是每个币种都能很快的能赚到好几倍 这是因为最近这个NFT比较火 所以像这种比较小的NFT的币种就涨得比较快 所以说是我们的会员们比较幸运 这个我大概是两周之前说的 今天就涨了好多 而且很有可能还没有涨完 然后其他的山寨币我暂时先不多说了 大家要如果想买比特币的话 可以趁最近比特币的回调的时候呢 慢慢的买入 好我比较忙要去加班 对我视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赞分享订阅 想加入我们电报群的朋友可以加在视频开头跟结尾的QR Code来加入 想加入我们会员群的朋友 我们这个活动仍然在继续 就是这个 这个 黑五的这个活动仍然在继续 就是只花6美元就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 试用一个月 到时候你不敢不满意或者是不感兴趣 就可以自己退出来 完全自愿 然后顺便说一下这个 昨天发的这个Social 他已经到了90% 昨天是60%的这个KSM 他现在拿到90% 也就是说剩余的时间呢 可能不到一天 所以大家要做的话呢 赶紧去做 好我们这个视频就先说到这 祝大家都发财 我们就在下期视频中再会 拜拜